- 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 挖 - 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是律师- 蔡志雄 蔡律师- 洪一哥好 大家好- 以及这个殡葬业者- 小冬瓜- 大家好- 小冬瓜现在自己创业- 他的公司叫做冬瓜礼仪公司- 开多久了- 比较好记- 就是我们今年的二月的时候- 我们真实对外这个营业- 那也是算是纪念爸爸- 让大家比较好记了- 纪念爸爸 真的是 - 很棒- 你含笑九泉- 有这个儿子- 另外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影剧记者吕文娃- 蔡大哥好 大家好- 也是影剧记者陈寗玲- 大家好- 另外也是影剧记者笛志伟- 大家好- 那张啊- 我在广播里面- 讲了一段时间的诸葛亮 - 因为张啊- 都没有媒体一直传出来说- 诸葛亮啊- 他这个已经被发并为通知- 而且放弃急救- 这是今天最新的一周刊- 哦- 嗯- 那么而且- 过去不可能跟谢金念碰面- 现在想不到两个人已经- 破兵了- 诸葛亮已经被报- 在看塔位了- 于天大哥也想去看他- 因为张啊- 因为张啊- 都没媒体一直传出来说- 诸葛亮啊- 她这个已经被发并为通知- 而且放弃急救- 而且放弃急救- 这是今天最新的一周刊- 这是今天最新的一周刊- 然后而且- 过去不可能跟谢金念碰面- 现在想 - 因为一天大哥跟他好像也有一些心结- 那但是- 这个- 好像谢金念跟朱大哥啊- 他们又联合发表声明- 有点否认的味道- 那到底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志伟- 现在是正常他的身体是什么的- 因为我们其实也有跟医生打听- 因为第一时间传出来是在PTT- 那那个PTT- 显然就是- 因为朱大哥在台大嘛-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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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显然就是- 显然就是- 因为朱大哥在台大嘛- 那这个- 显然就是- - 显然可能是台大里面的人传出来- 所以他把病为传成病事- 所以就是说- 因为有这个消息传出来- 但是我们不可能- 没有查证就直接- 宣布嘛- 所以那时候到处打电话- 那就很奇怪哦- 经纪人都不接- 就这时候是最恐怖的- 所以你就想说- 那时候我们也打给朱大哥的经纪人- 然后打给相关的人- 都没有- 大家听到都很惊讶- 说没听说- 然后甚至连谢金念的- 经纪人- 也打给朱大哥的经纪人- 然后打给相关的人- 都没有- 大家听到都很惊讶- 说没听说- 然后甚至连谢金念的- 经纪人- - 经纪人- 也都联络- 但是- 上午都没有人接电话- 那到后来我们是去- 求证台大- 那台大的主治医师是- 强调说- 他的确在台大治疗- 可是没有病逝- 现在状况是稳定的- 还在做化疗- 那进一步要问说- 是做化疗- 还是在做安宁疗法- 因为化疗跟安宁疗法是- 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 这个医生他基于- 病患的隐私- 他没有透露- 他没有透露- 因为化疗跟安宁疗法是- 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 这个医生他基于- 病患的隐私- 他没有透 - 那在当时我们知道这样- 他至少知道说- 诸葛亮已经有医生证实- 他是人还活着的- 是没有病逝啦- 对- 那一直到了大概中午11点多- 12点的时候- 那个谢金燕跟诸葛亮就联合发了一个声明- 那就强调说- 有人在传说他病逝其实是没有的- 那上面还附上了- 那个谢金燕跟诸葛亮的亲笔前名- 那谢金燕也讲说- 其实在- 这段期间- 他不是去年演唱会- 他不是去年演唱会- 那在当时我们知道这样- 他至少知道说- 他已经有医生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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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他要站别歌坛嘛- 要购买嘛- 那也的确我们都没有看到谢金燕再出来了- 那他跟大家强调说- 其实他在这段期间- 他都陪着爸爸- 那甚至呢- 因为据说有发病危通知啦- 那他在爸爸的床边陪爸爸三天三夜这样- 所以他对不起爸爸- 那他就是也很爱爸爸- 那爸爸也对不起他- 朱大哥也很爱他- 那两个父女呢- 现在每天都互相对他- 那他对不起他- 那他对不起他- 也很爱他- 那他对不起他- 朱大哥也很爱他- 那两个父女呢- 现在每天都互相对他- 那他对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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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是 这是今天的评估一板头条 朱哥亮病危 病危那么谢金燕跟他在病塌前和解而且谢金燕已经在那里抗三年三日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应该不乐观了- 对 应该是不乐观了不然怎么会- 怎么忽然之间要破兵了- 对 而且所有这么多的消息 - 那也就是说他的病情是急转直下应该这样讲- 对- 为什么会急转直下- 其实应该是讲说朱大哥他那时候呢- 在发现自己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去医院去查出来了- 他已经是这个肠癌的二期- 二期- 而且呢- 并不是- 而且2014年的时候- 对 而且朱大哥他不是外界讲的大肠癌- 而是直肠癌- 然后所以呢那时候呢- 因为呢朱哥亮他会觉得说 他第一个他觉得很麻烦耶- 因为他先有跟他说- 而且身边的很多的演艺朋友- 都跟他讲说- 你怎么没自己去开刀啦- 对- 说他没有开刀喔- 据说要做一个罩口- 他做一个人工的肛门- 然后又要做一个就是还有尿管- 人工肛门不是从我们本来的肛门出来是不是- 不是不是- 他可能在肚边- 黏一肛就会- 黏一肛- 对 黏一肛- 他对他来说他觉得说- 他觉得很不方便耶- 因为他那时候有大量要拍- 据我了解是三部电影他要加- 然后有很多的活动 - 加上那时候刚跟谢晶晶相认- 所以他有很多的他想做- 他觉得说- 以前没有尽到爸爸责任- 那他现在- 现在人家敌人在人情在嘛- 然后有一些事情我快来做- 结果这些事情的工作这样加作为- 延误救治- 不然老实说- 你说二期- 他现在的遗憾其实是来得及的- 对不起 我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 我今天看到的新闻- 这个就是大长海的权威有出来讲- 如果是一分四期嘛- 对不起 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 我今天看到的新闻- 这个就是大长海的权威有出来讲- 如果是一分四期嘛- 对不起 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 我今天看到的新闻- 大长海的权威 -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如果你是一期- 然后你就发现以后就马上治疗- 那他这个五年存活率超过90%- 对- 他治愈力其实还是有很高的- 对 就是说- 你有- 能够多五年的机会超过九成- 对- 那如果是二期- 像诸葛亮这个- 这个就是五年存活率有八成- 那也很高啊- 对 很高啊- 对- 对- 所以那时候我一直说- 我觉得- 在几年你应该要去开车- 对- 对啊- 留得青山寨- 不怕美串 - 如果你是- 你是- 我相信应该不会那么- 拍文公式- 那两成- 那如果是那八成- 至少可以活五年- 对啊-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时候大家记得吗- 赫一航他也是二期- 然后他发现的时候- 其实他那时候- 他太太也是很忧心- 然后又加上- 那时候国税局在追债- 所以是雪上加霜- 但是那时候就是- 透过的朋友- 所以也认识了- 其实一个蛮厉害的医生- 然后这个医生- 后来帮赫阳做了治疗- 你看赫阳现在- 又得奖精神- 这个时候- 又得奖精神- 这个时候 - 身体状态又好- 现在叫他太好了- 对啊- 叫他太好了- 对啊- 然后呢- 据了解啦- 其实那时候那时候也- 也跟主老大说- 我先介绍你- 你去找他- 因为他真的蛮厉害- 这方面是- 蛮权威的- 对- 结果他也是- 三拖四拖- 所以到最后他拖到是- 不知道是在哪一个- 这个工作的场合- 他是昏倒耶- 他是昏厥- 然后紧急送到医院- 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 他跟这个- 他的台大主持医生- 他跟这个- 他的台大主持医生- 他是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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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出来开联合记者会- 感恩记者会- 那次是堕了厌重- 你知道吗- 他的- 这个IC包已经都转移到肺跟肝- 然后甚至那个腹部积水- 那是9年喔- 对9年而已- 大家知道- 差不多9月嘛- 9月5号他那时候还自己制制了一个- 制制的VCR- 对- 说- 我已经住了一周了- 就是那个关口- 他抽出了6000多cc的- 6600cc的水- 对 水- 那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然后大家就说- 你是怎么要拖的- 对 - 对- 可是他就已经拖到- 真的他错过太多- 所谓的治疗的黄金期了- 他拖是因为- 他说- 我要快点赚钱- 我的那个年轻人- 还是说- 我拖是因为- 我最先中医- 不是中医- 他说- 民俗疗法- 拜拜- 拜拜- 他说- 他去吃草药啦- 针灸啦- 对 拜拜- 不然就是- 他害怕那种手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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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这种三种可能- 他是对一种- 他那个很错综- 人的心理他都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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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以前就拜慈幼公啦- 还是说拜妈祖- 他的信仰其实很多- 对- 包括人出国深造- 他也给大家都爆料说- 在哪一个宫廟看到他- 所以那个是他一个- 这个精神信仰的依托- 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想想看- 我在高梁这样- 一个罩口- 我在你表演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 我在家去打探- 那个对他来讲- 就是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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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嗎 三部電影要剪 要賺錢嗎 我當然也要賺 所以這些因素剪在一起 捲在一起 導致她說 我再看看 我用意志力去撐她 帝國良 說實話 我有看新聞 她對舞台其實還有戀戰 當然 那種鏡頭 大家都以往為中心 對 中生藝人 我記得朱根亮在訪問的時候有講過 為什麼大家都很好奇說 你都變成這樣了 為什麼不去好好的接受治療 她的意思是說 當然除了文婉剛剛講的之外 她有強調 她講說 反正她認為她已經被宣判死刑了 我多拖一年 我多拖兩年 我一樣是死 乾脆我就趁著這段有限的時間 我拼命搶錢 不過我覺得她是比較採取逃避的方式 就是那我乾脆我都不要接受治療 反正我有宗教信仰 我有工作 填補我所有的 我把注意力全部轉移到這上面來 能拖一天的時間到最後實在不得已 才到醫院裡面去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我很感動 就是說 當然我想應該是透過大哥 因為大哥跟謝金燕都一直有聯絡 應該是大哥通知謝金燕講說 真的不行了 然後謝金燕的媽媽 因為大家都知道謝金燕跟朱哥亮 醫生沒有辦法相認 主要是卡在謝金燕的媽媽這裡 那主要是媽媽還幫謝金燕 整理在醫院裡面的一些衣服 讓謝金燕帶到醫院裡面去陪爸爸 照顧他 這一點我倒覺得滿令人感動 畢竟最後還是放下了 這個人不應該要拖 謝辛達有聽到嗎 你知道謝辛達是誰嗎 謝辛達就是朱哥亮 你律師不好好做注意這種新聞嗎 一定是朱哥亮那麼有名 我們小時候都看他那個錄影帶那個有沒有 在那邊歌聽秀啊 七菜的電腱還會洗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 他講話真的很好笑 對 他不接受那個醫院的治療 是怕說現在醫學可以治療 可是你一治療可能就住在醫院 可能就躺在那邊然後插一個儀器 所以的確有一些人會選擇說 我不願意接受治療 我就能過的每一天都去過我正常的 生活也許會有這樣的心態 人家有一個意味很重要 是 朱哥亮 穿得抓不住 志偉,你也有一個新的名字 志偉也是真正的 就是小中瓜 不是,我感覺很好 但是我們時代就沒有志偉 沒有志偉 對,但是生不一樣 我們再休息一下 現在還有五個嗎 五個… 對啊 我提志偉,我甚麼會志偉 我真志偉 我也有朋友得到大腸癌 其實我也有朋友得到大腸癌 他也是一樣要照人工照顧 跟敵哥亮一樣 你知道嗎?他後來真的去做 做完以後,他繼續打球 真的… 我覺得心的好 就是說,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個名字要怎麼做 但是我往前走 我的日子還是要過下去 我得面對現實 別人用異樣的眼光 你就不要插他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本來他是不開刀的 對… 可是去年九月他還是開刀了 對… 因為已經托到大腸癌 不行了… 不行了 他只會休課 分絕休課 怎麼會就不行了 整個腹肌水太多了 太多了 繼續吃汗藥,繼續尊敬 他本期沒辦法 他來發電話 本期就直接送電話 我們到達就直接送醫院了 送醫了 而且他其實… 在高雄 他也有在高雄醫學院 那時候其實還被拍到說 他在醫院裡面 然後就說他病情很危險怎麼樣 當時是有澄清說 他只是去做健康檢查 所以那時候 就是朱大哥他其實也想低調 不想讓人家知道他的病情 你要知道就是說 他後來就是那個事情 醫院的畫面被拍出來之後 他出院之後他有出來 那時候他就還拿著他的診斷證明書 對 因為他跟大家講 你看,我得到癌症 還要被人家說我在炒新聞 對不對 那時候有很多人不相信 對,很多人不相信 對 就覺得他在炒新聞 對,是否這檔案是他炒關係 我跟你講 我稍微炒一點點就好了 你知道嗎 有時候 人家說放羊的時候 放久了 大家覺得人來了 人來了,你的事情 像這次 像昨天新聞一出來 我真的要講說 我很多朋友說 欸,他們這次又在炒什麼新聞 真的 你就會覺得 然後我是很嚴正說 這怎麼會炒新聞 都病危都怪 你不可能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以這個點 你就看得出來說 現在大部分的社會眼貫是覺得說 剛剛我們提到的 好像插冠喜 感覺你是不是都在炒作 對,因為朱大哥你想想看 朱大哥他2009年 就是被拍到慈黑輪 離平東 離平東 對,離平東 然後就復出了 對 從2009年到現在 我們不要說2017 我們講2016好了 也七年了 那這七年呢 這婦女就一直不相認 很多人都在講說 這一定是在炒新聞了 怎麼可能會不相認 然後呢 我覺得最 所以等於是說 包括朱哥亮 謝金燕開演唱會 朱哥亮去 他第一次開演唱會的時候 然後婦女距離 那個叫最遙遠的距離 你知道嗎 明明20公尺 可是卻 卻不能相認 20公尺還好 對 像阿嬤睡在旁邊 尖頭旁邊 距離向月亮 立軍地球 距離向月亮 因為很多朋友問我 因為去年就是 朱大哥69歲生日的時候 那謝金燕他送了一套名牌的衣服 要送去電視台給朱哥亮 結果錯過 還有寫了一封信 那封信就是寫到 說爸爸天氣冷了 其實他也釋出善意 對 那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會錯過 你要查朱哥亮的電話 難道有那麼困難嗎 你就明明可以跟爸爸見面 對 當時就會有一些雜音出來說 這根本就是在炒新聞 對 要不然你何必要 你要跟你爸爸見面 其實很容易 他錄影時間你也查得到 怎麼會錯過 怎麼可能你到了 你爸爸就走了 然後爸爸是透過工作人員拿到衣服 那你知道朱大哥的性格 他就很開心 就把那個書 那個家書念出來給大家聽 然後那個衣服也給大家看 好高興 謝金燕送我禮物這樣子 但謝金燕就不開心 因為 謝金燕說我們可以私下見面 對 你們已經告訴你我們私下見面 對 朱大哥把他封開 又要求要公開見面 對 所以就讓觀眾看得無沙沙 但是就是說 最讓大家驚訝的就是說 在去年他說要暫時告別演藝圈 他說他想要低調是保護家人 是保護他們之間的關係 但沒想到越低調 反而讓大家越覺得 好像他們之間 是不是在做什麼樣的炒作 所以你知道那個時候 就是他去年的演唱會 其實謝金燕的票房不好 跟他第一次比 他第一次 第一次在巨蛋開演唱會 還賣了九成 然後第二次 因為跟朱大哥這樣吵來吵去 就有些人會覺得 謝金燕怎麼那麼不孝 你爸爸 因為那時候朱哥亮他得到癌症 他都出來講了 就是說 幫忙吹票 不是吹票那件事情 我是說他那時候狠話講了 他講說 我死了 你也不要來送中 你也不要來送中 朱哥亮就沒有你這個女兒 阿稱謝金燕都叫他謝金燕小姐 那時候婦女的關係 就變成是這麼耳環 因為我這個爸爸已經做到這樣 有什麼深仇大恨讓你不認我 所以就 那謝金燕小姐的意思就是外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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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בא 我看人家要有原諒的能量 可是講很簡單 做不容易 原諒的能量如果你具備 人生我覺得會比較富貴 蔡醫師要補充 不過有時候要原諒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常常接觸離婚的個案 像諸葛亮例子裡面也是一樣 有諸葛亮是爸爸 林建如是媽媽 那謝金燕就被卡在那個中間 這裡有時候我們要講 有時候一個不好的老公 可是他可能是很好的爸爸 就是說我今天可能對不起我太太 可是我是很疼我的那個女兒 我覺得他們稍微就有遇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常常遇到那個離婚的夫妻 離婚當然是就是大家反目成仇 這個仇恨會獲言到下一代 有一次我就嚇一跳 我那個當事人是公務員 女生嘛三四十歲 然後就是平常很斯文 講話也都是輕聲細語 他們就是鬧離婚 有一天帶那個女兒來 那我們辦那個案件裡面 有那個老公的那個照片 我一看到那個女兒 哇塞 怎麼長得跟爸爸很像 那個爸爸就是有外遇這樣 那那個女兒幾乎就是爸爸如果戴假髮長頭髮 就是長那個樣子 就是小孩子不能亂生嘛 我們只是三個 哎呦這個這個嫂子怎麼長得那麼像爸爸 哇那個很斯文的媽媽馬上翻臉 律師你怎麼可以講我女兒像她爸爸這樣 她爸爸是壞人 當場然後罵完那一句突然發現不對勁 律師抱歉抱歉 所以你會發現說 有的時候那個當事人會不自覺怎樣 把那個對另一半的那個仇恨 就是要小孩子去做一個選擇 就是說你今天夾在中間 你如果跟爸爸比較好 那是不是就是跟我比較不好 他們這個是到了這個 現在的階段 就是重病他們還有相認 我還有辦過那個一輩子都沒有相認的 也是類似的情形 就是他們一對夫妻結婚 然後就生了一個兒子嘛 結果後來這個老公就外遇 外遇也生了一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就變成要抱戶口 這個老公很老實喔 回來就跟太太講說 我外面生了小孩 然後現在要抱那個戶口 哇 那個太太一聽完之後就大為生氣 他沒辦法接受這個事情嘛 結果這個老公就只好去外面跟那個小三 就是另組那個家庭 那其實他們那個兒子 其實爸爸對那個兒子非常好 那個兒子還跟我講說 因為以前爸爸都會騎摩托車 站下去學校唸書 那個兒子說他最懷念就是 爸爸騎得對嗎 那個兒子就坐在後面 就是抱著他 他爸爸那個肚子比較大 就是抱著爸爸圓圓的肚子 然後剛好鼻子靠著背 就會聞到那個汗的那個味道 他很懷念 可是哇慘了 我的父母離婚 然後那個媽媽跟那個兒子講說 你看你爸爸這樣對我 那我現在就只有你這個兒子喔 如果你再去跟你爸爸很親近的話 那我就變成什麼都沒有 哇塞 那個兒子就變成只好感覺 就不要跟爸爸那麼親近嘛 可是其實那個爸爸都會偷偷跑去 那個學校看那個兒子 那老師都會跟那個媽媽講 就這樣子喔 後來那個兒子慢慢慢慢長大 媽媽知道 可是他沒有擺明的去阻止 後來這個兒子終於長大成人了 有對象要結婚了 結果那個媽媽要結婚嘛 那結婚爸爸要不要回來 要嘛 對 通通的 通通的吵架 那個媽媽跟那個兒子講說 如果你叫你爸爸回來 你的婚禮我就不去 這樣子喔 好危難喔 對 後來結果那個爸爸 真的兒子的婚禮就沒有來 那結完婚之後 這個兒子後來也生了那個孫子了嘛 那兒子知道媽媽不喜歡 他們跟爸爸交往 所以也是類似這個喔 就是孫子也就沒有跟阿公 表象啦 表象 就是好像都沒有往來這樣 就有一天那個媽媽 就是得了那個胰臟癌 然後就躺在那個病床上 家屬不是都過來嗎 他就跟那個子孫講說 你們看喔 你爸爸搬出去外面跟別人生活 可是我們家裡拜拜那個姑媽 那個姑媽是那個媳婦喔 拜一輩子 那個媳婦說 就是那個媽媽啦 他為了自己的兒子 因為他們姓林嘛 為了兒子 為了孫子 也要拜那個姑媽嘛 然後其實他也知道 那個孫子都有跟那個爺爺見面 喔喔喔喔 有一次他在家裡面看到那個 孫子的那個書桌上面進來寫 那個學業進步 爺爺賀 那個紅包袋 他只是沒有講出來而已 阿公有個孤勒 對對 你爸爸小時候去學校看我也知道 然後有跟你的孫子 就是兒子孫子見面我也知道 那我沒有阻止你們是因為 以後你們還是要拜那個姑媽 然後那個媽媽很難過是 我嫁給你爸爸 我也沒有跟他離婚 他以後走了他要進哪個姑媽 是同一個那個神主牌嘛 對 所以他就說其實他很怨恨就是 一輩子也脫離不了那個男生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離婚喔 所以他就很疑慨跟他兒子 還有孫子講說 如果你們以後要見面就去吧 可是你要跟那個爸爸講喔 不是我讓你們去找他喔 是我讓那個爸爸回來這樣 那那個兒子心裡就很難過說 媽媽你既然這樣想喔 那現在要不要叫爸爸回來 跟你見最後一面 那個媽媽說 一輩子都已經這樣就算了啦 他再來看也沒有意義了 所以他最後是臨終走了 那個爸爸都沒有回來 是這樣 遺憾一輩子 對 這個其實我聽起來 就是沒有我現在要講的這個 這麼…這麼決絕 我跟你說 我看過一四人最多萬分 就是這個… 這是真實發生的 台灣有這個大官 其實講出來的名字大家都知道 因為外遇 外遇 外遇 他沒有知道 他沒有分到甚麼程度 當然離婚就不用講了 對 他交代小孩 他如來孫子 前夫…離婚了嘛 想要來看 對 他抱著非常愧見的心情 想來看他、探視他 他說絕對不能來看 如果他要來看 小孩讓他來看 他當然要咬舌至近 那真的 問到這個程度 對啊 恨之入骨 恨之入骨 好 再來 他聾起 聾起 聾起不是有告別事嗎 對 不准他來 他有交代 有交代 對 癌症等他也不准他來 我死了也不准他來 好 再來 有一天跟他進骨 不准他來 反正從到死不相見 對 就是他要告訴他 我恨你恨得有多深 這樣來一次還會再見面 這樣嘛 因為你很深,人家是這樣講的 沒有放下 會糾葛到下一世 最喜歡我 我覺得是對子女的要求 對子女的要求就是 不准跟你爸見面 都可以這樣 離婚都可以這樣 不准跟你爸媽見面 他如果要來找人 就是他主動的 那沒有辦法 可是你們不能主動去找他 就是要更… 如果你們去主動去找他 那我不會原諒你們 這樣 你知道那個王子 就是那個前夫 那個前夫 我的了解是 他後來因為他沒有跟那個 那個外遇對象 有什麼結果 因為他滿心的愧欠 想要來跟他道歉 跟他懺悔 甚至於在癌症面前 想要跟他跪下來 求他一個原諒而已 但是他都沒辦法 後來那個女兒 得到超級重度憂鬱症 也是內疚 就是那個內疚的折磨 讓他得到超級重度憂鬱症 可是我覺得對小孩來講 很痛苦 很痛 爸爸媽媽都是自己的親人最愛的 你這樣不准小孩子看 我覺得真的是… 其實謝金燕的例子裡面 也有出現這個現象 他沒有說不跟諸葛亮見面 他只希望跟他私下見面 因為我跟爸爸見面 可是我要尊重什麼 我要尊重媽媽 不要媽媽 我覺得選擇了爸爸 其實他做得很好 他做得很好 但是諸葛亮的心理想法是說 我是對不起你媽媽 可是我又沒有對不起你女兒 為什麼我跟你偷偷摸摸要見面 所以我說那個角色的角度 跟想法是不一樣的衝突就在這邊 待會兒我們聽小東哥的故事 他和他的爸爸 我兩年沒記憶 他的爸爸在節目上說到 他女兒對他的誤解 嚇壞 他們爸爸是亂奪的 你知道嗎 對 男兒有淚不清談 你接不勉強 靠到罵罵罵 這樣 就是… 聽一下有哪一件事情 可以讓冬瓜調原類 他女兒 看了心都很痠 真的很痠 真的很痠 來,我們先休息一晚 好,來 別說,冬瓜 你這個時候最帥 你這個時候最帥 小東哥,你知道 爸爸為了你第一次 你覺得沒靠到嗎 對 對 沒辦法說話 那是到爸爸過世之後 然後春慧節有燒一些光碟 我回去看的時候 我才知道 其實以前爸爸上了罵罵罵的時候 其實蛋白醬我都沒有看 那我那一年離家的時候 其實也… 對父親其實也是有點怨 那種怨是在於 我覺得 我… 當我今天需要 需要家人的關愛的時候 我其實都是自己一個人 都自己去面對很多事情 那… 可是我覺得你今天 縱使不照顧我 你也好好照顧自己 所以離開家裡的時候 其實帶了一個滿身的怨念 那我… 其實這節目上曾經講過 我爸爸就講說 我賺錢沒有得到你 我就跟我爸講了一句很毒的話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為我真的沒有關係 你錢你自己留著滿滿花 我不需要靠你拿一毛錢幫我 然後我就離家了 那… 其實坦白講 以前也曾經有離家出手過 那…那時候是因為壓力到了一個集結 要需要去…去抒發 可是離家家裡沒多久很快就會回家 因為我知道爸爸需要我 因為從小我們父子倆一直想出 我爸的內衣窟是我洗的 家裡是我打燒的 我知道他如果沒有人幫他維持家務 他自己一個人他真的做不來 所以我很容易心軟我就回到那個家 可是直到那一次我高中畢業 我回到家裡幫忙 然後那時候我們父子倆 常常為了工作上面的事情吵架 因為以前是學生還有一個角度 可以稍微回避一下 但是當一起在一個工作場域裡面的時候 你常常分不清楚他到底是我老闆還是爸爸 比方為甚麼市場 就是… 比如說早期做殯葬業 那個時候大家都是拚的命在做 因為那個時候來講 殯葬業不像現在這麼開花 那時候來做是真的沒有得選 所以以前的員工就是很耐操 可是到了我們這個世代來講 我爸常常都覺得說 這些年輕人都沒什麼小用 就是他覺得說年輕人就不可以操 不能… 我現在也說那句話 沒有你們爸爸的膝蓋 對 所以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就是很多那種員工常常就是離職 被爸爸就是罵然後就離職 然後我說爸爸你這樣很累 有時候看他這樣子我覺得很辛苦 員工這樣一批換過一批 因為很多年輕他沒有辦法去承受那個抗壓 那我就說我當然可以理解 就是以前早期那個作品當中 那當然是用命換來的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你那個管理的方式 可是你一定要做一些調整 然後那個時候也年輕自己也有點個性 不太懂得怎麼樣跟爸爸的溝通 所以到後面常常就會為了這件事情吵架 我那個時候我離家的時候 那天我甚至跟我爸扭打 我們那個時候… 對 你們兩個休息嗎 就是… 什麼事情要休息嗎 那個時候來講的話就是因為 工作已經壓力到了一個極限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公司的人手不足 然後我們其實已經扛了很多的情緒跟壓力在 對 沒有辦法得到處罰 然後可是因為爸爸他對於工作要求 他是非常完美主義的 那我們也理解 面對這個工作 你本來就要用那種很謹慎的態度 可是問題是說 我們那時候壓力已經到了一個極限 我們沒有辦法再繼續承受下去 那特別是我剛好 那個時候也算是公司怎麼樣 算小老闆 那員工對我也會有所期待 他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應該跟老闆 就我爸爸 反應 好好反應一下 就是大家其實現在真的人手上面 狀況真的不太好或什麼的 所以就變成我常常夾在中間 就有點像三明治這樣子 其實那個壓力其實非常大 那… 那… 我爸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他想要就是 他有一些情緒想要崩發 但是我那時候攔住他 然後那個時候就來… 一來一往之間 難免就會有一些扭打 那我爸那時候他情緒就很激動 他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對我 組歲很高 他就覺得我很乖 為什麼可以對他出手 可是我那時候來講 我自己情緒也失控了 我就沒有辦法控制 然後我就跟我爸說 我真的受不了 我要離開 那是復職一場第一次的衝突嗎 對 扭打 然後我從那個時候我就離家 來 我們先休息進網告來 那根稻草是什麼 因為我聽得出來你們是累積嘛 對 那是怎麼樣的 讓那個觸發 對 那觸媒是什麼 主要就是工作壓力一到極致 然後那個時候來講 可能客戶有反應就是說 那個狀況可能沒有處理好 沒有處理好 那爸爸那種很要求完美 他就當然整個情緒就起來 然後可是我們就認為說 我們其實已經盡力做到圓滿 因為我們的能力 對,我們的能力 我們已經盡力做到圓滿 所以那個時候也不太懂得 怎麼跟爸爸好好去溝通 也不太會控制自己的情緒 那時候… 他會跟你吵架嗎 他其實對我的要求蠻多 你會跟你吵架嗎 對,雞尾也是這樣 你會吵架嗎 當然也不會吵架 我當時也會吵架 對 你會吵架嗎 吵架嗎 你如果吵架就吵架 對,不可以吧 你會吵架嗎 對,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現在也不是說要出手 只是說那個… 形式上面的演變突然就變得扭擋 自己心裡也很沒有辦法接受 對 所以這樣就離開… 就離開家裡 那… 所以一離開之後 其實我一離開就離開了兩年多 那… 都沒有聯絡嗎 中間有聯絡 可是很多時候爸爸其實傳很多簡訊 然後我都是依毒不回 我不會回 因為… 我不知道我要回什麼 我很害怕 其實我那時候是一種逃避的心態 就是我不知道 我該怎麼樣去跟爸爸去做這樣的溝通 是不是… 我能夠堅定我的立場 但是又可以跟他就是道歉 我其實我真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 直到大概等到一年多以後 依毒不回是最傷的 那個很少 因為他知道你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你完全不理會他 不理會他 對 因為那時候還是用那個WhatsApp 爸爸選用WhatsApp 那他就讀的話就兩個勾 對 所以我們看其實爸爸都會知道 那… 所以那個過程當中其實… 一直以來就是心裡其實非常掙扎 就是我不知道我該怎麼樣去 軟化這件事情 其實很難 那… 有一段時間甚至就是… 那時候態度將到就是 我爸爸甚至在外面放話 他就說我也沒這個… 我也沒這個兒子 他既然不願意回來 那他就不要回來了吧 嗯… 甚至有一次就是… 那個時候… 你知道這個訊息喔 有 誰跟你講 那時候有長輩有轉達讓我知道 就是爸爸的朋友 那… 甚至有一次… 我那時候去一個餐廳吃飯 然後… 那時候我就坐在那個餐廳吃飯 沒多久我就看著我爸走進來 然後我爸看到我之後 他也沒有講半句話 轉頭就走 他就走 他就轉頭就走 然後那個時候我心裡其實… 就覺得說我真的傷我爸傷得太深了 可是那個時候我已經覺得 我完全沒有辦法挽回些什麼 就是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 那… 直到爸爸要過世的前一個月 那… 那個時候來講話就是… 知道爸爸的那個生病的消息 我馬上趕去醫院去看他 那… 那時候爸爸其實他也沒有特別展現出什麼樣的… 溫度或什麼 他只是很… 就是淡淡的就說 你來囉 我那時候我心裡我什麼話我都說不出來 然後我們只能… 父子講就好像假裝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然後我就說 阿伯 你現在狀況還好嗎 這樣回想起來那真的是… 一句很… 很多語的話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該講些什麼 那我就說你肚子餓不餓 我要不要幫你去買個麵吃或什麼 就好像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然後就… 就開始在他身邊開始照顧 然後醫院然後公司開始就兩邊跑 就彷彿好像一切都是很理所當然這樣 可是坦白講 我們那個心結其實一直都沒有開 因為這個傷… 要爸爸走掉嗎 沒有 就是這個心結我們一直都沒有開 那… 其實那個東西來講其實一直都很沉重 那爸爸也不會特別去談這件事情 直到後來就是… 醫生就有慢慢在跟我轉達這個訊息 就是爸爸的狀況真的越來越糟糕了 如果你再不講話 可能你也沒有機會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之前也有在節目提到我就是… 那一天… 醫師他就拿著爸爸的那個… 那個賀士公診的報告 然後跟我分析 他就說… 我這邊可能要很慎重的跟你講一件事情 爸爸的這個腦部已經開始出現這個肿瘤 擠壓到這個血管神經 以我們的判斷 他這兩天就會陷入昏迷 他會中風 如果… 如果你在不好好的… 就是… 保護這件事情 他如果現在要睡著 他就基本上他不會再… 再醒來 在那之前 我就推著我爸去那個… 那個龍腫 那個外面有一塊草坪 那天就想要去抽煙啊什麼的 我就帶他去那邊休息 然後那一天的時候我就坐在旁邊 我們副次長沉默很久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有時候都只聊公司 反正就是聊一些事情 我們不太聊幾大的 那一天我就跟我爸爸講 我就想說 爸爸對不起我… 我不應該這麼晚餐回來看你 然後… 在你最需要我的時候 然後我卻… 我卻拋下你 我自己離開了 那… 很對不起讓你自己去承受這一切 那… 我爸那時候他一直淡淡地回我 他就說 沒有關係 反正這都是爸爸的命 那… 反正事情也就發生了 那爸爸也不後悔些什麼 爸爸這輩子過得很值得 大家那麼支持 其實我沒有什麼好後悔的 唯一的可惜就是 沒有辦法來得及看你結婚生小孩 這是我爸唯一的遺憾 我在那天就是找了一個機會 能夠跟爸爸道歉 我覺得這是老天爺給我的一個禮物 因為坦白講很多的家人 特別是我們曾經服務過的 很多家人其實是沒這個機會的 走了就走了 我真的很感謝老天爺還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能夠在爸爸旁邊懺悔 告訴他說 爸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最後爸爸真的中風了 他的組織能力 他的語言能力都一團亂 他完全沒有辦法判別誰是誰 最後我在他冰塌旁邊 我就跟我爸問了一件事情 我就說 我趁我爸爸那時候意識最後 他準備要婚名的時候 我就問我爸 我說 爸,你愛仙虹嗎 爸爸說 你在傻什麼 我當然愛 那是我爸那23年來 他人生當中 第一次說他愛我 我愛你這句話也許很簡單 然後也看起來很平常 但是在那個時候是特別有力量 因為這輩子我爸從來沒有當作我面 跟他說他愛我 在那個關係來講 我們彷彿父子之間的情 就類似像圓滿了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那個時候 是我心裡得到很大的解脫 直到父親過世三年多 那去年我在整理一些演講的資料的時候 我就上網查了很多 包含那時候哇哇哇的這個資料片 我也還在看 然後我就意外看到有一段 就是節目的片段 那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這個主持人就要爸爸留一段話給我 我爸其實一直以來 他對我的教養其實非常嚴厲 然後他對我要求其實很高 所以我其實一直以來 我不認為我爸肯定我寫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爸其實他是很鐵不成鋼 所以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失敗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失敗 而且我覺得我是不是好像不管做什麼 都不會得到爸爸的認同 甚至有段時間甚至覺得很受挫 可是在那段影片 我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爸爸 爸爸那時候在影片來講的時候 他說 你 先生你不要怪爸爸 爸爸這這麼多年 就是很謝謝你的支持跟想聽 可是我所做的這一切 爸爸做兵長的知道 人生當中什麼都帶不走 爸爸知道什麼都帶不走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在我還有能力的時候 我幫你多鋪一點路 你才不會像我小時候過得這麼辛苦 我知道那一刻才真的去理解到說 原來爸爸對我的那份愛的情感 是這麼的濃烈 所以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人這一輩子真的 親人之間真的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然後也不要真的說等到要走的時候 才願意把那個心中的街去打開 因為很多時候你錯過 你這輩子可能都沒有辦法彌補回來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人在最後終點的時候 你一定要好好跟家人說 對不起,請原諒我 我愛你 謝謝你 我愛你 對 有時候能夠圓滿 你都不曉得東瓜有愛你到什麼地步 你說它都沒有給你肯定 你知道它是拿你的話來節目炫耀嗎 你知道嗎 對… 他說你也非常愛畫畫 他以你為傲、以你為榮 他解不成炫耀 真的很遺憾 都是等到爸爸的故事之後 我才看到那些片段 沒有,我覺得… 彭桂,你就是… 你女兒面前都不說好話 對 可是你要慶幸 還來得起跟爸爸說 我很感謝老鐵爺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拿圖來這邊炫耀嗎 對,我們看到 我是等到看到資料片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真的 我說真的 有什麼話要跟家人說 真的不要放在心裡 有話就測還在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什麼時候是最後一次見面 我在我臉書上放了一張照片 那是爸爸…2013年6月 那… 我跟爸爸其實很少在拍照 然後那天因為我們幫了一個 一個市議員的媽媽辦告別事 那時候因為他們對方… 家裡是受西方教育 難得從國外一家人團聚 來台灣這邊 他就說小東快可以幫我拍張照 我說可以啊,當然沒問題 拍完之後我突然發現 我跟我爸爸已經很久沒有拍照 然後我就跟爸爸留了一張合照 然後那張照片 就在別人媽媽的遺照面前 留下我們父子最後的身影 如果我知道那張是最後一張 也許我會願意再多跟爸爸拍幾張 因為等到我再一次在醫院 看到他的時候 爸爸的狀況已經非常不好 對,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 跟家人相處的機會 而且我現在因為年紀的關係 參加了比較多的告別事 就覺得要多拍照 那我們先休息進晚告 因為會用大 回憶光碟的時候這樣 立即耳眼 對,至少有個挑選 還可以挑片 對 好,令令,你也要補充 對,因為我聽到小冬瓜的故事 讓我想到 我一個非常要好的女朋友 她是現在目前本土劇的余演員 從小真的命運也是很揣測 就是媽媽她的生母 就生下了她之後 跟她的 就是先生已經離婚了 離婚之後 當然就沒有再聯絡 這個媽媽帶著這個 這個女明星很辛苦 很辛苦之後 後來又再嫁 再嫁之後 就生了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那換句話說 這個女藝人等於是脫油瓶 脫到這家裡面去的 這家裡面 可能因為生父也沒有照顧她 這個媽媽呢 就對這個女兒非常不好 那弟弟妹妹因為年紀小 就想說 這個媽媽都這樣子對她 那我們也不用對她客氣 所以從小她在家裡面是 人親言為 就是你沒有什麼地位 根本沒有什麼理你 那媽媽對她態度不好 也是可想而知的 就是常常就講說 把對爸爸的恨 轉移到這女藝人身上 就常常罵她 罵她很不堪的話 就想說就是你 我當初後悔生下你 但是女明星從小就 在沒有愛的環境之下長大 然後沒有被讚美 沒有被肯定 就心裡充滿了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自卑 那後來這個 她的媽媽呢 又離婚了 就跟第二任這個先生 又離婚了之後 繼續帶著三個小孩生活 然後又認識了一個 新的男朋友 那新的男朋友 住進家裡面來之後呢 這個小 這個女明星也 大概十六七歲 念了高中了 這高中之後 後來有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她在跟我講的時候 印象有什麼 這個男的呢 她媽這個男朋友 就潛到她的房間裡面 去摸她 去猥褻她 哇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當時還是小女孩的 不敢反抗 怎麼敢講 怎麼敢反抗 因為這家裡面 一點地位都沒有 她講了她媽也不會相信她 因為她媽從頭到尾就 她常常懷疑說 我到底是不是我媽親生 她怎麼會這樣對待我 那她這個 她媽那個男朋友 那時候這樣來 騷擾她的時候 她怎麼敢講 就放在心裡面 然後變本加厲 這個男的只要一趁 她媽媽不在 或家裡沒人的時候 就來性侵她 騷擾她 她一直不敢講 因為她覺得她媽不會相信 她講任何話 媽媽都不聽都不接受 一直到有一次 不小心 被當場撞見 那這個男的 當然實口否認 因為那時候是摸她 我聽了女人講說 她這個男朋友 就把這個女人抱在身上 然後去亂摸她一頭 然後正好被撞見 然後這個男的 當然實口否認 可是這個媽媽 竟然沒有講這個男的 就怪這個女藝人 想說 是不是你勾引她的 你說 是不是你勾引她的 不然她為什麼對你這樣子 那這樣好了 你們兩個結婚好 你們兩個如果心甘情緒結婚好了 那女人講說 她恨不得那一刻去死了算了 為什麼 她是你男朋友 長得這樣 我怎麼可能 這女藝人才十六七歲 一點保護自己的能力都沒有 這家裡面沒有人相信她 沒有人聽她講話 媽媽對她這樣 她那時候真的痛苦萬分 她覺得她恨不如去死了算了 然後後來 她媽媽採取了什麼動作 你知道嗎 她媽把這女藝人送走 把她趕出去 你不要留在這個家裡面了 把她趕出去 後來這女藝人 還是要回來拿東西 回來拿東西 竟然看到 那個男人還在她媽媽身邊 天啊 就等於換句話說 這個女藝人那時候跟我講 一邊哭一邊跟我講 她都不知道她到底做錯了什麼 她媽媽竟然還是選擇 相信那個男的 然後拒絕信任她 到後來 這女藝人就真的 很少很少聯絡 因為畢竟還是生母 偶爾還是有些什麼什麼聯絡 就很少很少跟她媽聯絡 非常非常冷淡 後來她媽媽的這個男朋友死了 死了以後呢 這個女藝人後來也找到一個對象 就結婚了 結婚然後也做了媽媽之後 這個老公就跟那個女藝人講 講說 你都已經做了媽媽了 這麼多年的仇恨 當然我知道這中間過程 這個是你心裡最大最大的痛跟陰影 可是你要不要去跟你媽媽好好的談一談 看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畢竟你自己也做了母親嘛 我覺得跟媽媽之間 一直這樣疏離 非常非常不好 那這個女藝人想說 好 那我試試看 她開始慢慢的踏出第一步 去跟她的生母踏去 然後慢慢慢慢的去重新破冰 培養感情 可是呢 生母很奇怪 就是跟她之間有距離 就算是有時候 譬如說過年的時候 她要去看她的生母 她的生母一看到她來 沒關 就把她趕走 她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對 就是很奇怪這樣對她 可是這個女生 還是不離不棄的 繼續去 沒關係 那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能因為你這樣 我就放棄了一個做女兒的權利 所以她還是 跟著她媽媽繼續有互動 有一次 她就鼓起勇氣 她跟我講說 她就抱著她媽媽 死盡了 她就這樣說 她也夠了 她會覺得她 她還是覺得她 她很怪 她就是她 真的 挺有個生日 但是她好 很多人 我幫她說 她走 她是一種 我的東西 她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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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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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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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